分享天主圣言 畅音生命之泉 下面为大家分享 救援尽了 请大家聆听 江林七第一主日 福音 光读圣路加福音21章25-28节 34-36节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 日月星辰讲有一兆 地上格果要因海洋泼涛的怒号而惊慌失措 圣人因为恐惧即将来临到世界的哀怨 都要下昏 因为天上的万象将要震动 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 带着威能和摩大的光荣乘云降来 当这些事开始发生时 你们应当请其胸来 抬起头来 因为你们得救的日子近了 你们应当小心 不要使你们的心为贪吃 醉酒和生活的挂虑所累 以免那意想不到的日子令到你们身上 因为那日子犹如罗网 令到全地所有的居民身上 所以你们应当时时惊醒 常常祈祷 好了你们能逃脱 即将发生的这一切事 并能站立在人子面前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主力的兄弟姐妹 看过几个关于世界毁灭性灾难的这个电影 有一个电影是有地震打火 还有的是有这个飓风 海浪 研磨城市等等 人都在不断的去逃 逃跑 都想逃到安全的地方 就像前一段发生这个水灾的时候 人们也在逃 遇到地震 人要逃 遇到战争 人要逃 可是呢 我们要知道 当灾难来临的时候 有的时候人都吓昏了 根本都逃不走 但是这些灾难 会接连 接着连三的来到 尤其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灾难 已经就在我们身边发生了 面对着这些灾难 我们应当如何去做 如何逃离这种灾难呢 耶稣告诉我们 这些事发生的时候 你们要挺起胸来 抬起头来 因为你们的日子 得救的日子近了 这就说明 耶稣基督快要来到了 我们不要留恋着现实上的一切 无论是权力 地位 名誉 金钱 物质的东西 因为这一切都要过去 我们看到大水来了 沿了很多的房屋 泥石流来了 冲垮了很多的房屋 而且大水来了 很多的车辆都被淹掉 最近呢 有一个小视频拍的是 一个人刚刚找到他的汽车 这是在河南发大水之后 车被漂了四五十公里 在一片地里面 有很多车都陷到泥里面 陷了一半 我们看到这些灾难 我们要知道 这个世界上的东西都会被毁坏 大火来的时候 一烧什么都没了 什么我们也带不了走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要救我们的灵魂 将灵期就是让我们迎接耶稣的来临 虽然从礼仪年上来讲 是准备过好圣诞节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们在内心的迎接耶稣基督的来临 时时刻刻的做好准备 教会通过礼仪年来提醒我们 耶稣会来 他一定要来 让我们时时刻刻的准备好 具体的什么时候来 我们不清楚 但是通过现在的社会上 所看到的各种现象 各种异照 我们知道 这个世界真的离末日越来越近了 但是我们不要害怕 这是因为耶稣基督他要来 他要审判这个世界 审判这个不公道的世界 他要讲那些恶人 一网打尽 他要拯救那些善良的人 所以主内的兄弟姐妹 我们因着信仰不要害怕 因为我们知道 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他来是我们的救援 他要救我们脱离这些灾难 使我们能够站到他身边 在那里没有任何的灾难 没有任何的痛苦 没有任何的打击 没有任何的压力 那完全是一片 闲和 平安 快乐的地方 所以我们应当期待着 主耶稣的来临 而不是要惧怕 只要我们准备好了 不管耶稣什么时候来 我们都可以贪婪无惧的 听起身来 抬起头来迎接他 因为我们知道 耶稣就要来到了 我们应当快乐的去迎接他 请不吝点赞美联系的